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北京的时候坐着飞机到了上海 因为上海有个老师傅做旗袍最好的老师傅 他年纪很大了 过两年他就做不了了 我就想让他多我做件旗袍 那个时候我挣钱挣的不多 我拿了我很多钱到上海做了三十多件旗袍 全部手工制作 有一天我会做展览的 坐下来以后 然后我就拿着旗袍 我的姐妹们说你干什么呀 这旗袍干嘛 看吗 我说不 我会穿的 但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穿 没那么多party让我穿旗袍 但我每件旗袍保长得非常好 96年 06年 16年 15年 19年以后 当我的脱口秀上台的时候 我穿的所有旗袍都是我96年做的 与其说是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保持身材 不不不 我没那么伟大 我是为了我的旗袍保持的身材 女人的欲望特别简单 别人说哎呀 金老师个舞蹈家为了身材 呸 没有 我是为了我美丽的旗袍 这就这么省钱了 所以说听我讲啊 但那个时候没有省钱了 别人说你干嘛拿那个钱做东西 你没用啊 那个时候起一件旗袍 3000到5000块钱一件 我投入件很多钱 3000块钱5000块钱一件旗袍啊 但是你听我讲 那个时候我没有省钱 现在我穿着我的旗袍 站在我的脱口秀上的时候 我一件服装的 制作费是两万块钱一件衣服 就你把这两万吹兜里 当然我穿着自己的衣服 我穿我自己的衣服啊 我一般我省了还是没省 省了 省了 但是在当初那个时候 在别人眼中我是没有省钱 没省啊 所以说我这个故事案例呢 就是一半一半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是我知道我会穿这个旗袍 但是我特别同意你 但如今的观点 为了这个旗袍 我坚持我的十九年体型不变 它让我变得很严谨 很上进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 观点说我应该站在中间 因为我知道 康永哥会有好多变论 马里头 马东这边也在变论 所以我就把我的势力 跟大家说 最一开始我是不省的 因为我要为我的激情 为我的爱去投入 哪怕所有人都不理解 但为了尊重我的激情和爱 我坚持了十九年保持体型 当这个爱最后呈现在 电视屏幕前的时候 我很自豪 我投入三千块钱 最后我赚回两万 看电了两个 没有这东西 这是女人心海底针 看着我 您先说我先说 你决定 那我先说 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一个法官大人 变成了一个变手 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 我给大家讲讲金星老师的故事 其实我跟他一样 我特别想回到这个中间的位置上来 我不太想讨论该省钱还是不该省 好 叛变了 来 他现在住的房子 不是买的 因为人家不卖 他花在这套房子的房租的钱 每年够你们买房的 我说的是每年 所以他不是个省钱的货 他是借货 二十年前 你们花不出那种钱的时候 他花得下去手 他是个作祸 他今天也绝不是为了省那两万块钱一期的服装费 他是嘚瑟 他不穿那个旗袍 他无法说服自己 我觉得这件事跟他的省钱和不省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这是我对你背叛的一种惩罚 但是按我们今天的题面是说 该不该省钱 那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讨论这些话题的人 应该是有钱的人 那么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拿来做讨论 大概是不会错的 比如我们华人里面最有钱的应该是李嘉诚 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 当然我生产也不大 就是我就听说 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李嘉诚带一块二十块港币的电子表 你们肯定也都听过 然后我们说李嘉诚是一个多么勤俭的人 所以他才成为了首富 这是报道里面的宣传口径 我真的特别想跟这个记者说你是猪 因为李嘉诚绝不是买不起任何一块表 也不是为了省钱才带二十块的表 他是没必要 因为他即便带一块金砖在手上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选择的 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 就是我有这块表 看时间就够了 况且他还有六个秘书 他可以回头说几点了 几点四十 他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里说的那种 他在电梯里放个屁 立刻就有人会说我放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他买不买的新表去衡量他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用省不省钱去衡量他 所以我们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这些人的思维方式 去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很直接的结论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买东西要不要省钱 过日子要不要省钱 我们题目是做人要不要省钱 为什么做人要省钱 只有一个理由和原因 是因为省钱是经过思考的 思考之后的理性选择 你没有办法去过 不经过理性思考的选择的生活 苏格拉底跟我们说 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那我们今天结合到这道题目上说 不省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我说完了 打东西一个非常好的变手 但是谢谢你刚才给了我一个武器 也是今天的认为该省钱的人 全部都给我的武器 你们今天用的字眼叫做 节省 是因为我经过思考之后 我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花这个钱 寇乃馨用的字眼是 钱要花在刀口上 要花得值得 这些字都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人会不会把它花掉钱 赚不赚地回来 是看这个人学习不学习 学习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然后他才有思考的基础 他才会像马东刚才所说的 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 我为什么不花那个钱 所以值不值得的判断 花不花得精准的判断 全部都来自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得学习 你怎么学习 学习终究是要花钱 那更不要说刚才 寇乃馨讲的那个例子 我们人生最珍贵的是时间 而不是金钱 马博威今天讲的 我觉得有一个局限 马博威说 我们人生金钱也有限 时间也有限 可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 时间的有限 是赚不回来的 我用平均八十岁来算 八十岁乘以三百六十五天一年 你大概得到三万天左右 很吓人吧 我们一辈子活八十岁 只有三万天 是从你婴儿时期 呱呱落地开始 那一天 这个三万的马表 就开始起掉了 三万非常少 你现在如果出去流浪一年 我说我只给你三万块 你都会播